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递到基隆 由基隆市长林又昌带领教育处长杜国震 和官销处长曾知文亲自接下 两县市首长相见欢 看到翁县长的一个认真跟努力 他开开而谈整个嘉义县 他的愿景 他的破坏 他的施政 所以五星级的这个县长 这个当之无愧 我相信我们所有嘉义的乡亲 大家非常有感 不管是从阿里山上 还是到海边 我们都可以看到翁县长的团队 就整个的县政 他的各方面的区域的发展的均衡 在各个政策的领域 都非常的完整 而且积极努力在推动跟进行 嘉义跟基隆 实际上关系一直非常好 就像又昌讲的 那我们彼此互相有往来 那我特别上一次 也特别来看城市博览会 来跟又昌学习 那又昌本身他就是 读相关的城市规划 那所以我对又昌 对于整个都市的规划 跟想法跟格许 我认为在民进党党内 这些县市长 大概又昌是最优秀的 所以我特别来到基隆 来跟他学习整个的思考 市长林又昌 应翁张良县长的邀请 更在基隆港边比赛射箭 为运动比赛的所有项目 加油打气 两个人也互相行销 两个城市的美食小吃 欢迎两县市的好朋友 前往观光消费 而嘉义县长翁张良 更是特别行销 嘉义县生产的冠军咖啡 和价值不菲的哈密瓜 实际上全世界得奖咖啡里面 一季最容易得奖 那一季很贵 我听说在台北市 曾经一杯卖到1200块 基隆市长林又昌 亲自品尝称赞之外 也表示到基隆行销咖啡就对了 因为基隆人很会喝咖啡 人家讲说那个咖啡有很浓烈 是这个农妆燕抹的贵妇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像 像是很年轻 然后这个化着淡妆 然后穿着非常轻盈的服装的 这个少女 所以嗯 我这样行我可以啊 嘉义县长翁张良 欢迎基隆市民到嘉义县位 全民运动会的选手们加油 期间10月10号刚好嘉义县 也会举办国庆焰火施放 欢迎大家前往观光 在嘉义县把钱都花光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111年国民体育日 全国万人见走大会师活动 周六一大早在外木山海岸举行 虽然天气骤变 不过参与的民众 不害怕间歇性的大风雨 更有来自全国将近3万人 参加这一场见走活动 民腔出发 主办单位估计浩浩荡荡将近3万人 在间歇性大风雨中不畏风雨 参加这场由基隆市体育会主办 在基隆市外木山海岸举行的 111年国民体育日 全国万人见走大会师活动 真的令人感动 见走大会师 那这个活动本来是在前两个礼拜 但是因为台风所以我们延起到这一个礼拜 但是今天的风雨 可是大家还是非常踊跃 那我们非常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 我们要特别感谢台湾体育总会 汪辉理事长 还有我们基隆市体育会 郑锦州理事长的大力的支持 还有我们的交易处各局处 共同协力 以及我们各协助赞助的厂商们 那大家共同合作 我想今天虽然是下着雨 但是大家的热情跟踊跃不减 那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运动过后 因为下雨注意身体的保暖 那祝大家健康快乐 虽然延期今天下雨 可是我们外限制168台的游览车都有来 我们昨天晚上 我单单餐厅就跑了四五个地方 各限制都来 而且我们这地方也非常谢谢 共同承办的单位 包括我们的邪恶电厂 而且还有我们的 尤其基隆市政府 还有山阳汽车 我们把今天的活动办得非常好 而且今年的纪念品特别好 有12人12的秀龙族希望大家来运动中大奖 而且我们走的路线今天可能因为下雨的关系 我们往年走到沙滩我们今天在幸福一转回转 只有上温之道的路线所以在一个小时之内一定走得完 希望大家下一天注意安全 大家运动健康中大奖 谢谢 感谢上天作美 但是如果大家来参与热情都不减 尤其我们理事长 郑理事长的号召之下 他对于体育非常专业 像如果企业经营的话 要专业敬业又落业 所以在他身上 都我们都看到了 所以跟我们理事长讲 没关系 他把体育运动把它办好 他尽量去办 我尽量来赚钱 帮忙把这个体育活动 把全国都带动起来 感谢你们媒体 对我们的住宿和采访 谢谢 包括立委蔡世英和多位市议员 也都前来为参加的民众加油打气 那这个案子也是中央跟地方合作的 我首先非常感谢我们郑理事长 也向中央争取这个活动 那我在跟教育部部长谈的时候 部长也很支持 所以今年把全国建走的活动 在我们基隆来举办 那也看到除了我们基隆社市民之外 有很多外线市的好朋友 也都来到这个地方 那其实他们昨天就已经来到基隆了 那对我想对于基隆的整个 昨天晚上在基隆应该是非常热闹的一个晚上 那今天来参与全国建走的游行 那虽然有点风雨 但是我想对于大家的热情并没有减少 那我也期待今天的活动都能够圆满成功 那未来西英 我们会继续来跟体育会合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一件事情 那虽然下雨 但是大家的热情并没有被这个雨给交袭 那希望大家在路上都要注意安全 因为雨是地滑 所以大家在建走的时候都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脚步 我们万人建走有这么多的爱运动的朋友来参与 真的是很感动 尤其是外线市的朋友也来到我们基隆 来参加我们万人建走 希望我们的体育风气会越来越好 我想今天万人建行 大家热情不减 虽然风雨很大 待会我们就跟着大家一起来建行 来运动 我们走出健康 走出快乐 全市爱好建行的朋友来到这边 我要风雨生稀静 大叔走出我们心情的快乐跟健康 加油 基隆风大雨大 我们都不怕 一起来建走 来享受我们健康的一个精神 建走活动 来了这么多人 欢迎各县市来着这么多人 我们基隆市也是全力以赴 大家加油 加油 加油 今天风雨无阻 看来真的非常感动 所有爱好健康朋友 好朋友们今天都来到这边 虽然遇到忽大忽小的风雨 来参加的民众依旧很开心 不怕风雨健康向前行 也享受基隆外幕山海岸的山海美景 雨特别大 对 还蛮开心 安全是不会啦 就是希望活动还是圆满成功 老师有问说要不要参加 然后想说来健身 就是走路一家 我们从台东过来 那今天带了一部游览车 最主要就是来参加全国爱人健走 那这个爱人健走基本上我们每年都来 台东每年都会派传来 那也非常支持这样的活动 也感谢基隆市政府 这么热力鼎力来支持这项活动 是全民健康 万人自福 谢谢 主办单位也贴心的准备各种大小摸彩奖品 包括机车 脚踏车等等 得奖的民众更是开心 董金正在不在 对 我在主持的 对 我自己的 董金正在 董金正在 董金正在乎人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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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抽套摩托车很感情 对啊 董锐城 你说 好像在做梦 董锐城在不在 我今天讲到时候 我们 taken root 中山高中的校长 也是我们以前的教育取绩典党一样 来 哎 這次是第一次來 但是我們的領堆是來了十年了 你第一次來就中獎了 對啊 非常幸運 所以像這種活動對你來講 你會覺得它很重要 今天這個活動開始了 非常好 對大家的健康方面都非常好 大家風雨無阻 我不放棄 吃著吃著 以前我在基隆也是住了很久 主辦單位基隆市體育會 感謝來自各縣市喜愛劍走活動的團體和民眾 來基隆參加這次的萬人劍走大會師活動 也歡迎大家利用這次機會品嘗基隆道地的各項美食小吃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基隆市111年度運動愛台灣原住民族運動會 週末在百福國中舉行 市長林佑昌親自出席 並且向原住民好朋友報告好消息 一起來關心 基隆市長林佑昌展現親和力和原住民大小朋友們合影拍照 顯化家常 也為參加比賽的原住民選手們加油打氣 這是在七獨百福國中舉行的 基隆市111年度運動愛台灣原住民族運動會 市長林佑昌和市議員陳明健都親自出席參加 也向原住民朋友報告好消息 第一件事是市政府不斷增加原住民運動會的經費 第二件事是市政府通過全國原住民運動會 如果得獎的選手也可以比照其他全國性運動會 拿到一樣的獎牌獎金 我們基隆市的原住民運動會 從市長剛上任的時候 預算只有40萬 那陳明健議員一直爭取 一直爭取 市政府的經費也逐年提高 到今年呢 市長跟大家報告跟宣布 我們的原住民運動會的經費是增加一倍 現在從40萬已經變成是80萬了 快送 謝謝 謝謝市長 我們全國原住民運動會的獎牌的獎金 以前是不能適用其他的全國性的運動的這些善事 所以獎金很少 但今年市政府已經在事務會議裡面通過了 我們就是參加全國原住民運動會的競賽 得獎的獎金 比照其他全國性的運動會的獎牌的獎金 所以各位明年在台北主要的全國 我們原住民運動會 希望大家 極力的去努力爭取 拿到獎牌 然後可以比照全國的競賽 拿獎金 拿獎金大家聽好不好 好 拿獎金大家聽好不好 好 拿獎金大家會比較有動機一點 好 拿獎金 拿獎金 建國 拿獎金 由於天氣並不好 市長林佑昌也提醒選手們 在運動比賽時要特別注意自己的安全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拋開手機等3C電子產品 週六 週日兩天 暖暖寧靜街 大風街 辦理一起上街玩活動 市長林佑昌和立委蔡市應及民意代表 一起設紙飛機歡樂啟動 一起上街玩吧 紙飛機一起發動 謝謝 在市長林佑昌和立委蔡市應 以及市議員們等人帶領孩子們 設紙飛機歡樂聲鐘 一起上街玩活動快樂啟動 這是由吉隆市政府教育處主辦 結合過港社區發展協會 過港禮辦公室 暖江國小以及社團法人台灣 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協辦的活動 利用週六日兩天把暖暖區 雲林進階部分封街當成孩子們的遊戲場 拋開手機等3C電子產品讓孩子們盡情 享受傳統和創意遊戲 什麼顏色 市長林佑昌表示這項活動是過港地區改造計畫的一部分 過港社區是省政府時代建立的示範社區 對面的自來水公司宿舍群將由市政府財政處接管 未來做進一步的規劃和使用 也包括未來寧靜街整體環境的再規劃 今天為什麼在這個地方要辦這個活動 就是我們已經把對面的自來水的宿舍 全部通通管便由吉隆市的財政處已經接管 所以未來對面的宿舍群 我們還可以做進一步的一個規劃跟社區的使用 還有一個是我們在過港街這邊要做一條叫做示範道路 那我們在裡面的寧靜街 我們未來會做成是一個友善的徒步的環境 把現在我們的暖江國小要接送非常不方便 旁邊就是大馬路 還有我們的過港幼兒園接送也不方便 但是透過一個很好的這個動線的一個設計 以後校門口就會有人行道 會有接待區 會有小朋友爸爸媽媽要接送的這個區域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辦這個特工盟 合作然後這些遊戲 其實是希望讓大家重新去思考跟認識 如果未來寧靜街是可以封起來之後 變成是社區生活環境的一部分 它有什麼樣的可能性跟想像 立委蔡適應則指出人本城市非常重要 透過這項活動改變街道 未來寧靜街將成為大小朋友 都可以快樂走路或遊戲的地方 人本的城市重不重要 很重要啊 其實剛開始城市就是 人跟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 所以我想藉著今天這樣的一個活動 透過我們的街道的改變 剛才市長講的 未來寧靜街有沒有可能成為一個 讓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 都覺得是一個快樂的走路的地方 甚至它充滿了許多遊戲快樂的地方 那透過過港幼稚園 透過我們的這個過港國小 我相信也許可能可以做得到 不過孩子們可不管這麼多 雖然天空還是下著忽大忽小的雨 能夠在平常車水馬龍的街道上 安全玩起泡泡跟街道彩繪 以及丟著海綿做的安全水炮彈 才是最快樂的事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來自夏天的尾巴 欣賞閃亮亮的海景觀光 9月24號禮拜六 一起來基隆市外木山走走吧 全國萬人見走大會吃 健康樂活 來就送精美紀念品 現場還可以抽大獎 9月24號上午8點 與你相約在外木山漁港前光創 此雲寺藥士佛店歷經兩年策劃開光啟用 藥士佛大殿內設有神佛尊相 必讀木科解王的輝紅莊顏 不少信徒專程請來點藥士佛燈 祈求身體健康 消災嚴壽 歡迎民眾來此雲寺藥士佛店參拜 感受法喜 各位朋友請注意 土地如符合地價稅自用 及減免規定者 請記得於9月22日前提出申請 錯過要再等明年囉 民國97年才開始啟用的 此雲寺大悲殿中 供奉了由中國名師 取習於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觀音菩薩 千手千眼觀音菩薩 為尊四面佛祖 雕工極為精細 信眾參拜完大雄寶殿後 不妨進到大悲殿 一窺四面千手觀音菩薩的獨特樣貌 歡迎回到中家新聞現場 國民黨金融市長候選人謝國良 在七堵光明路設立競選總部 總部內規劃了兒童愛樂園主題 表示延續新前小愛公益樂園的初衷 提供親子遊樂的空間 希望金融未來能做到 讓孩子開心成長 想要突破金融交通 就業 稅收 三大難題 謝國良把解決方案鎖定在七堵區 競選總部直接設在七堵區光明路上 啟用兒童愛樂園競選總部 場面溫馨熱鬧 我們熱鬱的掌聲 歡迎我們的小愛公益 謝謝國良 有別於以往候選人的競選總部 內部設計 內部有一區兒童愛樂園 有兵分氣球 跳跳球池 提供親子在下雨天 能在基隆遊樂的空間 展現一區以特色 親子童玩的政見主張 我們從小愛公益樂園開始 我們的目標就是希望 基隆市的各個行政區 各個社區都有這些 親子的室內的遊玩空間 我們也希望打造 各個社區的室內 社區的運動空間 就有一點像社區健身房的概念 這樣子讓長者跟一般的大人 可以運動健康 孩子們可以快樂親子遊玩 未來將在北五賭 全力打拼基隆科學園區 七賭將成立第二行政中心 為了展現決心 特別選在七賭設立競選總部 為了表示創新跟不一樣的思維 也凸顯未來就業的重症會在七賭區 我決定把我的競選總部放在七賭 總部的內部採用鮮明的視覺設計 立挺18歲公民權復決案 展示了多項年輕朋友關心的議題證件 要替青年朋友減輕負擔 好玩 有這樣的場地 對小朋友的家長來說是真的很好 透過在進總規劃的兒童樂園 讓家長與士林兒童一起同樂 從9月26號開始對外開放 謝國良希望孩子們都能開心成長 一起讓基隆變得更好 記者蔡小君採訪報導 已經行駛13年的9026國道路線 因為長期虧損和疫情衝擊 將行駛到10月底 11月1號起 擬遊新業者符合客運接手 但傳出將要減班 而且不停南港車站 要改到南港展覽館 引起安樂區區民的反彈 副議長林沛祥 希望市府跟市民來說清楚 儘管已經過了上班尖峰時間 但9026國道客運 長根醫院站牌前 民眾依舊大排長龍 不過現在卻傳出 10月底 換新的客運業者接手 將面臨減班 聽到消息 乘客很懊惱 直呼不方便 現在不知道要減班 到之前到現在都沒有聽說 那如果減班的話 會減南港的話 我覺得這個會差很多 就是到超10月份就第二停了 你們會很擔心嗎 就是比較不方便而已 怎麼做不方便 因為就是做高鐵啊 做什麼的啊 去南港都打那條 去南港轉捷融化 都打那條 國道9026已經有13年 從基隆安樂區行駛 國道1號 國道3號 往返汐止 和台北市南港 因為長期虧損 加上疫情衝擊 業者在今年5月 貼出了公告 預計今年的11月1號 暫停行駛 但有意接手的符合客運 卻傳出了減班 即調整不停靠南港站 讓搭車族覺得不方便 減班的話 我可以看上面車子 什麼時間來跟它配合調整 那如果是減站的話 我變成說那一站我要怎麼解決 我不可能走去 那走去也要花很久時間 變成說這30個人 每一班30個人 全部都要集中到南港山拉關等車 第一 如果有去過那邊搭車的朋友就知道 那邊平常只有在15個人的時候 就已經超級塞車了 有時候甚至兩台 甚至最多到三台車子一直一起站在那邊 那未來兩台跟三台車子並排 像是常態 那那邊會跟本來的1088 本來的跳蛙 還有本來的藍22 藍15線 全部都擠在一起 會讓那邊的後車 後車狀況更嚴重 第二 我們安樂區有很多人要去搭高鐵 要去搭高鐵最快的方式 就直接做9026到南港車站 可是現在不到南港車站的話 他如果要繼續到南港的高鐵站的話 他必須坐到南港展覽館 再轉成一班的捷運 再去南港車站 那其實是非常浪費時間 非常不方便的事情 實施減班 取消停靠南港車站 讓長期以來這條路線 從安樂區到南港轉成高鐵 捷運的民眾快要炸鍋 政府交通處表示 已經向公路總局提出不同意的看法 目前還沒有定案 還在討論當中 他有同意核准他們籌備 那籌備的部分 至於說他的班次的那個部分 他們有提出來 但是市府也覺得這個部分 跟原來的班次差異太大 對啊 那所以要請他們 客運公司要去檢討 至少在尖峰之類的 要能滿足我們地區的一個需求 不能影響太大 對 最近的部分他只是做路線的這個線砍 對 那正式的那個部分 應該是還沒有定 長長管站的話 那就比較不方便 那這個的部分 我覺得應該是要再跟這個監禁所 跟台北市政府再反應 其實9026的營運業者 在很早以前就已經表達 不願意繼續經營這條路線 所以當時公路總局 有重新零選的一個新的業者出來 那零選出新的業者出來 其實就我以及我辦公室 就已經向公路總局表達不妥的意思 因為當時他這個 理解出來的結果 班次就是維持現狀 就是疫情後的班次比較少 第二個是他縮減路線 到達了那個南港展覽館 所以我當時就 另外他有另外表達要用電動車 所以當時我有向公路總局表達說 這樣的一個規劃不是很妥大 我們認為應該會表達反對的態度 那這過程當中 符合客運有透過某一些人 去希望能夠進出的能夠來完成 那目前的規劃來講是 公路總局同意符合客運 跟緩加客運 在11月1號的時候 開始來做營運 那我想在這時候的過程當中 還是有幾件事情 就要趕快把它移動完畢 包括它的班次的部分 以及最後是它南港展覽館 能不能延伸到南港轉運 在南港設施那部分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一直持續在 跟公路總局在溝通了解當中 去瞭解新的客運業者 接手將從每天22輛 減班剩下15輛 行駛 預計民眾等待搭乘時間 從每班10到15分鐘 延長到40分鐘 另外取消停號 南港車站 對通勤族搭高鐵的民眾來說 衝擊最大 記者黃少鳴 紀錄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M輕鬆電台96.9 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請看 ?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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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妳的設計我覺得很… 怎麼這樣 行…你們家又視訊又追劇 網速只能這樣嗎 不能這樣 大家換中家寬評吧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一隻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現在就辦中家寬評 怎麼這樣 有追劇 有視訊 網速只能這樣囉 不能這樣 那就快換中家寬評吧 中家寬評 國際認證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一隻只要999 再送數位頻道免費看 現在就辦中家寬評